大家好,欢迎到有线飘楼萍 今期和大家分享的是疫情下的感人故事 第一位观众离稿,想和我们分享一个关于义工故事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有感人故事 但我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一名核酸站的义工,连续参与几次的传闻核酸义务工作 我记得在外面负责秩序的时候,穿着保护衣 戴着KN95口罩,头上顶着大太阳 全身的汗水由爱到内,再由内回到爱 每次我回到家,父母都问我怎样辛苦 但当我想到澳门适时之刻,经历难关 明白到我的付出只是微不足道 我真的很想为这个小诚而努力,和大家一起成长 大家加油,澳门人加油 多谢这位观众的投稿 疫情之下,有很多无名英雄和物负出 不求回报 我们衷心感谢所有前线和后勤的工作人员 多谢你们 第二位观众投稿,上分享关于他和他的爱情故事 我来自澳门,他来自香港 由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初期,我们已分隔两地 眨眼就过了两年 好多谢你一直给予我支持鼓励 而地暖确实很难捱 没有办法见面令大家的关系慢慢变淡 但好多谢你,没有放弃这段关系 每日定时定口的来电 间中的外卖惊喜 令这段关系保持着新鲜感 我相信很多人的故事和我们一样 很平凡,很简单 希望大家都不会放弃,互相包容 一起期待再次见面的时刻 与后一起见证彩虹 多谢各位观众的分享 分隔两地,关系的确不容易稳定 但我都相信很快就会见到彩虹 期待你之后继续和我们投稿,多谢你 有线飘留萍下一期预告,祝福的话语 欢迎各位私信投稿 为大家一起打气,分享你的祝福话语 我们下一期再见